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新的车间 看这一台发往古巴的车 新的车间已经陆续装了航车 充压设备等粒子切割 也已经在生产了 现在是中午休息的时间 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噪音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台发往古巴的蓝板车 这是我们为重器在古巴市场 贴牌生产的集装箱蓝板车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台三轴的车 前面是前挡板 在我们工厂用了可拆卸的设计 将来可以方便这种车装入集装箱 可以看到前挡板使用螺栓 固定在前端梁和边梁上 螺栓我们采用杜落的螺栓 也有叫杜壳 那这种螺栓 防锈的性能比较高 价格也比较高 这是一个防撞垫 在蓝板下降的时候 防撞垫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不会损坏到蓝板 前面是前卫灯和集装箱锁 集装箱锁可以用来锁住集装箱 这里是前挡板的插槽 那我们可以看到用的菲利普斯的七星插座 和这辆比较好的特砖的握手 握手里面有滤网 这样可以比较好的过滤掉压缩机中的杂物 我们可以看到牵引板 我们采用一整块牵引板一直通到前面 这样的牵引板 比较有利于甩挂运输 车辆在拖挂的时候 不会很轻易的损坏车的边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 一个可以拆卸的装配式的牵引箱 这种大小是2英寸50毫米直径的 这辆的前端我们使用插销 还有珠缸式的荷叶 这种荷叶的优势是在于整块篮板是一体的 等一会我们可以让同事把篮板拆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拆篮板的速度非常快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约斯特A400的联动支腿 我们可以看到螺栓也是采用堵落的 在每个螺栓上面有这种红色的油漆 可以提醒维修人员方便检查螺栓是否松动 装上吧,装上吧 那支腿里面我们采用这种可以用手直接拆卸螺栓的设计 在检修的时候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重器的标志 这是一个加强性的柱缸钩 这边是侧护栏 主要防止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小车和行人避免卷入车中 这是一个窑壁式的备胎架 螺栓我们采用防松螺母 价格虽然高一些 但是质量会比较可靠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螺栓连接 我们都是采用防松螺母 并且采用镀隔 也就是镀落的结构 这里是中间的所谓 三轴的设计比较适合高强度的负载 车轴我们选用了重器自己配置的重器的车轴 我们可以看到是它的标牌在这里 轮胎的花纹我们选用顺形花纹 主要是用于公路运输 型号是12R22.5的钢磁牌 三角牌子的车辆后部有重器的标志 车辆的侧部都有示威灯 这里是尾部的灯具结构 适用于古巴的法规 我们可以看到两侧 我们分别加了两根圆管 来保证它的强度 这里是放置牌照的地方 在车辆的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白色的钢磁绳 这是用来司机每天行驶的时候 用于放掉储蓄桶中的废气使用的 侧面我们有看到工具箱 工具箱也同样我们喷涂了重器的标志 那在我们车辆的螺栓上同样也打上了标记 这种标记是方便维修人员在车辆检验的时候 检验螺栓的松动情况 工具箱我们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设计 这种设计虽然简单但是比较方便操作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轴头螺栓和一根备胎架摇杆 这是普通的标配 那把这个摇杆拿出来以后 从这里插入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备胎降下来 司机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只腿的摇把幼稚 考虑到古巴的操作习惯 这样司机在操作摇把的时候 不会站到马路车辆行驶来的一侧 而是靠近路边比较安全 下面是我们的只腿设计 结构也比较结实 采用前后两种支撑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底架是黑色的油漆 那这里是我们的电路 有点不清楚 这里是我们的契路 管线排布的比较规整 沿着大梁一直通到后面去 那这里是两个备胎 现在来到了车辆的底部 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底部的拉杆 水平度调整得非常好 这样比较容易保护悬挂 使车辆的寿命更长 车辆内部的结构设计 也形成框架结构 前面是两个单枪气势 后面两根轴是两个双枪气势 板黄的厚度 我们采用了加厚型的 轴我们选用13吨的方轴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司机放水的时候的放水阀 司机不需要爬到车底放水 操作起来更方便 这样顶部的前挡板 主要是防止运输货物的时候 货物向前冲 冲到驾驶室里面伤到驾驶员 我们可以看到 蓝板内侧 分别有12个集装箱所谓 可以运输40尺和20尺的集装箱 地板我们选用化门钢地板 3毫米后 蓝板的插桩 我们设置在边梁外面 比较结实 内部的把手 这个操作的时候 把把手打开 蓝板就可以卸下来 上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支腿摇把旁边是 中汽指定的名牌 下面是VRN号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车的焊接的部分 我们做的是非常认真 这也是我们工程的要求的重点 所有的焊接必须依照法规来做 这样可以使车辆的寿命更差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我们将会发往古巴的样车 三轴蓝板集装箱半挂 我们将来会发更多其他的车型的视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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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